咱们书切前文 前文书啊 就跟您说的 逼宫啊 一看姚开泰在那儿 写东西 出来之后 禀报给了这个寻兵军校以及压役 嘱咐完了之后 他要走进这个书房 姚开泰正好写完了 迪宫啊 草草看了一遍 略表啊 这个满意 姚先生 此刻你可以回去了 有事 我会派人传话给你 迪宫啊 说完这句话 姚开泰赶忙的告辞 等到姚开泰走了 迪宫啊 吃罢了晚饭 逃干 乔泰啊 这次也就回到了衙门 三个人呢 到了书房 迪宫啊 就先说了自己 对这一连串事件的见解 那个盲姑娘 兰丽分明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她像是在单枪匹马 寻找什么踪迹 柳大人死的事 她必定在场 但是不知谋害柳大人的具体的细节 只是一心 是花塔寺一带做的案犯们 也发觉了这一点 故此暗中追踪她 打算置她于死地 错杀了报复人 这就是一个明正凶手 或者是受雇的水上人 因为杀人手段正是水上人特有的这个丝巾 墓下芒姑娘处境十分的危险 咱们得迅速的探知她的下落 给她与援助 她的举止分明是在协助咱们 乔泰一听就问了 这杀人阴谋会不会与曼瑟显人害我有关 帆客与这个水上人或许有这个密约 狄公一听 这一点我也不甚了解 曼瑟如何晓得你要去这个泥府 那是我临时想起来 再说即便那两个藩人暗中盯梢 你到了这个泥府 又是如何来得及回去 向这个曼瑟进行请示 然后再潜入那个大厅 到了大厅之内还得埋伏 乔泰一听咬了牙说 我非得亲手将曼瑟 这个贼拿住了 您看我这脑袋上 哈家伙就这大嘎的 哎呀现在还火烧火燎的疼呢 我不逮着他呀 哼 我誓不罢休 晚上我就打算跟陶大哥上街面上转转 顺便也寻找寻找 那个蛮姑娘 我说他的哥你还能记起他的这个面貌 狄公这只答应了 无论如何有没有这个收获 半夜之前务必来此一趟 恐怕这只朝廷已经有秘址 拆派上门人送来了 陶干乔泰两人领了命之后 出离了这个衙门商议 说去哪啊 先去这个市场打听一下区区的行情 探明白了市内区区多的地方 这个兰丽 她是个芒姑娘 她的行迹 所以说必然跟这个 捕捉蟋蟀啊 有关呢 于是两个人呢 就到了市场上 专门啊 卖这个青虫的 果然有几个 三五个卖区区的 不过生意比较冷的 突然他们就看见一个小孩啊 请着一个戏中容 跟那孩叫卖 这个小男孩在这儿卖区去 旁边三五个卖区 就是这个摊主啊 进行大声的呵斥他 让他滚开 等于是搅了这些个长摊的声音 这个小孩啊 刚想啊辨别几句 竟然被一个摊主 拧着耳朵 低了到老远 啪啪啪 又打了几巴掌 这小孩啊 哭骂着就走了 这阵淘干一看 赶忙的 快步追上去 我说小兄弟 你你怎么了 别别哭别哭 你那个猪笼里 蛆蛆卖给我吧 说着给这个小孩啊 十个同情 这个小孩啊 破题为笑 到了谢 正打算离开 这阵淘干 拉着他的一脚 我说小兄弟 我问你一个事情 你这个蛆蛆还真好 说这几天哪能谱到这么好的蛆蛆 这阵小孩就说了 南海啊 神庙后面有一片空地 原来有许多的蛆蛆啊 可以逮 这阵已经啊 有一个工程 人家要盖房 所以说啊 把周围的地啊 全给圈起来 要想逮蛆蛆 恐怕只能啊 上这个寺院去试试 淘干一听点了点头 回头啊 跟这个乔泰就说了 我想应该咱们到这个寺院去看一看 那里头有一个大控厂子 有许多的这个房子 周府三年 开科相试 是热闹一阵啊 平时的时候都是废弃不用的 正可以藏匿人物 蓝利就可能啊 在那儿藏着 又可以捕捉这个蟋蟀 岂不是两边吗 于是两个人赶紧离了这个青虫市场 在街上买了一盏灯 匆匆忙忙的 向这个考试院而来 这个试院在这个周学的后边 左边拎着 法姓寺 睡佛葛 十分的幽静 入夜 这个试院仿佛像一个大坟厂子 空院里野草哀哀 丛生盈盈 很是荒凉 这个陶干 桥太两个人 攀越这个木栅了 进来之后 哎 还挺啊 方便的 也没费啊 多大的这个力气 他们俩走了一遭 空旷旷的 感情啊 这个院子也没有什么人 整个一看呢 这个试院呢 如同啊一尾整齐的鱼骨 说整齐的鱼骨 哎 您看啊 您要吃这清蒸鱼 摆这鱼啊 吃完了 这个考试院呢 就如同啊 那鱼骨一般 有一根啊 鱼几栏骨 完了之后啊 还有这个鱼刺 非常的完整 这个鱼刺啊 就是啊 考试院的一间一间的房子一般 俩人一看 这会儿藏匿不了人 俩人呢 正在这转眼 突然就看着大门 阁楼上 闪出了一点的灯火 那儿呢 是看守啊 这个院子的 牙医啊 休息的地方 但是阁楼上 还有一排啊 房子 像这么大的一个考试院 也没有什么人 如果说藏匿着一个人 神不知鬼不觉 于是两个人一地眼色 悄悄声的爬上了阁楼 爬上阁楼之后 绕过了 这个看守的房间 一看 两面的这个房子 都锁着 作为了这个库房 堆着一些个杂物 突然 就听见 最后一间房间 这个门呢 这么一动 闪出一个黑眼 长发披散 俩人呢 还认为啊 自己看花了眼 赶紧的 紧紧的追上去 没成想 早没了踪影 于是俩人 回到屋子里一看 感情啊 这屋子里头 有一张小猪榻 整齐的 叠着这个被子 还有一只枕头 桌子上 放着一个 小小的银丝的笼合 里面果然呢 有一只啊 蛆蛆 用这灯笼一照 桌子上竟然 有两张地图 一张是广州江湾的 山川地形图 另外一张啊 则是 怀胜寺 翻访周围的 街市图 五仙旅店 也就是 五仙客栈 并且还加了个红圈 乔太一看 这瞎姑娘 怎么能看得了地图呢 五仙旅馆上 还打了记号 莫非跟我有关 陶干呢 也感觉到怪异 眼睛是瞎的 没成想他跑的 如此的急速 一转眼的功夫 转瞬之间就不见了 正说着话 突然就听见 阁楼的下面 有啊 女子啊 呼救的声音 俩人叽叽忙忙的 奔到了这个楼梯 四面的找寻 乔太看见 一个小门边上有动静 正侧耳戏听 突然一条丝巾飞过来 套住了他的脖子 乔太一伸手 到了后面去 扭住那人手腕的 弄尽全身的力气 反压下去 只听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 那个黑眼 倒在地上 不动了 乔太赶紧 解脱了私巾 果然一端的 系着一枚银币 要是水上人 乔太狠狠的 朝着那人 踢了几脚 回过头来 却看见 逃干的 正在挣扎 呼救着 赶忙又上前 解开他这个脖子上的丝巾 刚闯过气来 没成想 那个歹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再仔细的找那个女子 已经也是没了踪影 他们俩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 于是两个人啊 交换了一下意见 回衙门吧 回到衙门的时候 到了书房 敌的人正在啊 蹬底下做笔记 一看他们俩来了 好 衣衫凌乱 狼狈不堪 出了什么事情 乔太 陶干 坐下来呀 连连的灌了 好几碗的清水 于是就将这个周学 考试院之内 一番的这个经过 讲述了一遍 狄公一听 逮着那个火口 嗨 别提了 还没到衙门口 早已经没了气了 这不是吗 我做 在外面 给他敬急救 我估计就也救不过来了 敌公一听 脸色 呈现出了愤怒的样子 在这书房来回地 堵着步子 陶干的 这只将这个 蛆蛆的那个笼子 从这个袖子当中啊 抽出来 又小心翼翼的 将两张地图摊在书岸上 蛆蛆在这个笼子里 他 呜呜呜的叫着 敌公就发现两张地图 都是十年前绘制 怀胜寺 翻访那一张 五仙旅馆上加了个红圈 路易是十分的清楚 这只敌公啊 点了点头 那蓝丽姑娘眼睛 可不是瞎呀 恐怕比你我 还要清晰明亮 陶干一听 皱着眉头 细细的想 但是也想不出来 连连的摇头 这这有一名中举 引着一名军校 到这书房禀报 姚开泰呀 回了府去了 吃了几杯闷酒之后 就将啊 家中的几方妻妾 一一的斥骂 六仪泰呢 争辩了几句 被他呀 剥了衣裳 打了一遍 平时啊 这个六仪泰的 是极其啊 受宠的 没成想 姚开泰 愣打了六仪泰 并且打完了 又喝酒 酩酊大醉 这才啊 霸住了手 但是没有异常的这个举动 敌公一听 曼色抓到没有 没有 他躲藏起来了 宅地内一个鬼眼都没看见 敌公一听叹了口气 挥手失忆 让他们退下去 就在这 又有一名啊 中军来报 说京师秘职已到 指令敌的人 接纸 钦差 什么意思 这个旨意啊 不宣读 让你亲自啊 打开 敌公一听 赶忙的 传了这名啊 军义 什么叫军义啊 就是义族啊 京师来的 作品由品书八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进到书房 交面交城 什么叫交面交城啊 就是当面交给你 在这个回职上 压上了自己的词印 又填上了名字 命令这名啊军业 回这个管舍休息 明天啊 你好回城 这名军业赶忙道谢 说了 必须兴夜返回 不许耽搁 敌公无奈 指的让这名军族先走 茶水啊 都没喝一口 他拆开了秘纸 戏悦了一遍 额眉紧醋 心绪啊 到了这着 越发的不安宁 逃看乔太一看 也不敢细问 敌公这着 喝了一碗茶 叹了口气 京师大局严重 圣上已经病毒 日内就要驾崩 娘娘已经有意 临朝称治 三省御前大臣决议 隆立三太子登基 并且宣布 刘道远失踪的事情 另推 台阁首脑 命令我停止寻找 刘道远 即刻返回京市 陶桥两人 心中惶惶 不知如何是好 敌公这着就说 使不待我 只能孤注一掷 咱们试一试 陶干一听 老爷 你有何妙策 当这杀手钱所用 你即刻命令 衙门内木家 雕刻一个木质人头 五官形象 与这个刘大人相仿 半夜紫时 装在木笼里 悬挂在城门口 四处的张贴文告 盖上我自己的私印 还有都督府的观印 文告 有我亲你 大义就是说 京师有侵犯 刘道远 潜逃广州 大理寺 海浦文告 到处的追纳 请钱 都督府衙门 已经拿获 侵犯失守 乃是 药物毒死 案率分尸 销售 事重三天 朝廷家讲 悬赏 五百两黄金 着 处死侵犯 之有功人员 现当日 来都督府衙门 领赏 大理寺清 今天 颁赏完毕 即仪仗返京 隔日 无效云云 明白了吗 狄公啊 一边拟着这个句子 一边回号 写完了之后 又看了一遍 轻声的念了念 立马的 着这个 衙门里的 书写的这个 行明师爷 抄了几十份 即刻 在这个城内外 各处的张贴 不得有 陶干一看 颁赏期限 只有一天 恐怕 胜券难操 敌公一笑 这件事情 只能是 促及 不宜慢动 手范 必不会上钩 我只巴望 邪从 会满 实行之人 图这个重金之悬格 不经手范英语 当即匆匆的 跑来投案 道破真相 手范要是阻拦的事 已经来不及了 故此 我限定一天 极有这个诱惑力 乔太一听 五百两黄金 一事都赚不到手 倘若 我毒死了这个刘大人 即便是半心半夜 看着这个赏金 我也得拼死 吃这个 河豚鱼 那意思 河豚鱼 味美 确实是香 可是这玩意 吃河豚鱼 保不齐 就得被中毒而死 讨干则是 忧心忡忡 但是也说不出一个好办法 书要简言 转天那一早 乔太正在睡觉 怀胜寺礼拜殿内 传来了一阵一阵的送经之声 阴阳顿挫 正做好梦呢 哎呦 听见有人呐敲门 这阵乔太嘟囔 妈的 我累了一天了 我正想多说一会儿 你们怎么这么闹腾 是我 快开门 乔太恍惚间听出了 感情是朱木奴的声音 喜出望来 一鼓了声 爬起来 拉开了门栓 朱木奴啊 这阵 云禁不整 稍稍的有些个涂抹 呸着一件蓝底满天星的大肠 两只眼睛 朵朵有光 乔太呆着 看着他出神 哎呀 你终究没有将我乔太忘了 那天花挺上 急匆匆的 都没有能够啊 吐露中长 禁书这个怀抱 哎今天行 正好是良机 我都没穿衣裳 说到这儿 乔太过来就要搂抱 我可有机事 我不需要你 携带我去京师了 但是今天我可不是找你来的 而是找你的竹子 我问你找我竹子干嘛 莫非 那个香烛烧到底老爷头上 让他受你为妻妾 带着你去京师 不是 实话跟你说吧 我找你陪同 我一起去这个都督府压门 领他五百两的黄金 那个赏四千 什么 你要去都督府压门领赏 你跟那刘的 不不 你跟那个侵犯 有何干系 刘相公正是奴家毒死的 当时通信了好一阵 我呀都不想活了 甭管他是侵犯不侵犯的 他却是为了我 才第二回前来这个广州的 如今已经被销售示众 我也顾不了许多的嫌疑了 要去领那五百两的黄金 你你你怎么毒死他的 乔太到了这着 惊骇万分呢 哎说来话长 干脆吧 乔都尉 咱们打开窗帘 说两话吧 乔太一听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底老爷面前 我就说 你听了就知道 其中的阴晴 也好在你猪的面前 为我家言几句 我你们两个有何阴晴 这这乔太有点疑惑 生死夫妻 这猪木奴啊 眼里他放出官来了 这话你可想好了 你得有个边界 刘大人怎么跟你这个水上人 扯起风流债务 乔太有点不信呢 怕猪木奴啊 凭着灵牙利齿 去图这个侥幸 刘相公跟我在花塔上认识的 我们俩一见钟情 梁下情心 从那一刻 再也难见难分了 他告诉我 他是朝廷的钦差 又没说是钦犯 他没有娶妻 家财万贯 那是一个官二代 颜值又高 说个白话吧 那是高富大 只恨长安 没有中医的女子 见了我 见了我 竟然是失魂落魄 我们两个在一堆 还是山翁 再也不分离了 他返京之前 又跟我设施立院 等他到了京师 就辽阙望明 立马前来广州 与我脱机书身 带我去长安 容作夫妻 奴家蒙眉以求 正好赢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此事 奴家前不盖 弯不盖 做了一桩 其心的措施 至今我是 通私不灭 我们水上人 有个规矩 情人外出 必须引一种要求 安其归来 由这个节要破除 爽约备蒙 起离异 思涛之心 药性发作 无可救药 奴家我爱他心切 我怕他返回 这一条渡场 怎生放得临行前 我是千叮宁万嘱咐 问他及时转来 刘相公实心谈谈 一月之内 必然来广州接我 于是奴家 我就调和了 三十天发作的这个要求 跟他淫妇了 三十天之内不归 也就是说一个月 如果说他不回来 遥性发作 他是必死无疑 也是我这个娘们 奴家我心狠 竟然瞒过了刘相公 直谎称 悲心不归 由父出蒙 苍天有言 只有这个 报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